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棵棵不同种类的蝌蚪植物种子 特殊美丽的外形吸引大家的目光 台湾大约有40多种蝌蚪植物 但是在气候变迁 气地减少 以及过度采集的影响下面临生存的问题 一群人相互分工展开守护工作 希望让种子长成大树 丰富山林的美丽生态 在台东县长冰箱竹湖山区 有一片青绿的山头 就是农夫赖金田的故乡 他从小生长在这里 只有当兵的时候短暂离开故乡 1985年退伍之后 就回到山上开启农场 但是农场梦并不容易 接连遇上很多麻烦 野生动物危害的问题 尤其猴害特别严重 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我就是说 你种了之后东西没得收 不如把它变成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环境 就是让官物都能来到这个地方 我们也就这样子也有点收 就是开始经营 休闲 农场这样子 赖金田的太太许美菊也是一位爱山的人 婚前她担任护理人员 婚后就回到山上 夫妻俩一同打拼 创造一个自然山林的生态农场 我们家住汉神百货旁边 我大概进去算得出几次 我觉得在都市里面对我来讲 我是有压力 可能就是那个环境 那个 我不喜欢那种密集的人群跟那个建筑的空间 可是我在自然里面我就会很自在 所以我以前念书可以一个人到处去玩 那一个人独自旅行 我就是觉得人在自然里面如果学会独处就很棒 农场保留大面积原始山林 交杂种植多样化的果树 运用自然地利以及生物防治的友善耕作方式 维护一个人类与动物共生的环境 里面那个野果还是好的 里面那一层 对啊 他有的把他咬开还没吃到 你看这还这么重 真的耶 山猪咬着 这咬过耶 对啊 他把他咬开了 但是里面还没吃到 你咬 你咬 带我去给艾蒙哥哥晚上来夸 煮烟奶 这是你今天的食物 浪漫的生活总是有现实的生活压力 赖金田坚持里面 许美菊真情相挺 我这辈子唯一觉得缺钱的时候就是跟赖金田 因为我家里对我其实我家里不管我钱 我也不会跟家里拿钱 可是我赚的钱就是自己用 我家里也不会跟家里拿钱 所以我就觉得 我真的这辈子唯一觉得 没有钱是因为我结婚后离职 离职了几年之后 我觉得很恐怖 因为你发现你突然 你本来收入近百万 然后你突然手上完全没有现金 我真的那时候我真的会有点慌 可是我觉得看在今天来也很淡定 后来我觉得其实就是简单 透过农场导览活动 以及经营生态民宿 提供自然餐饮 辛苦维持农场经济 但是赖金田又有新的心愿 我们常常会一起去爬山 会看植物 我就觉得那些种子 特别讨喜 特别可爱 之后自己也迷上 一方面是说 蝌蚪科是很多生物的主要食物来源于 在这样的机缘下我就开始 在这几年就在这山区 就种了很多蝌蚪科植物 全球蝌蚪科植物大约有八百多种 台湾有四十多种 分布在中低海拔山林 并且蝌蚪科与张科形成的张力群丛 提供动物食物 成为台湾山林的重要生态 南投的林业试验所 莲华池研究中心 有许多蝌蚪科植物 莲华池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在这里很多 别的地方没有的植物 这里都有 在低海拔地区的蝌蚪科 这里有很多 那在那里最有趣的就是 所谓的卷斗粒 相当漂亮 那另外还有南投石粒 台湾烤 他很积极 比我们还积极 他还是从企业下来 莲华池丰富的林相 每到开花季节 提供多样化蜂蜜的来源 那莲华池当然是一个研究单位 所以他会研究大概是像 目前的那个断木香菇 断木香菇的研究 就是他在莲华池研究的很深入 所以在断木香菇这一块 那需要用的木头就是蝌蚪科 是最好的 所以在莲华池 本身就种非常多的蝌蚪科 所以每年大概是大概 五六七这几个月 他就蝌蚪科开花 那开花的季节当中 我们就可以拿到很多的蜜 王志聪是南投蜂农 过去参访国外森林养蜂 回国之后配合政府的林下经济政策 在莲华池进行各种养蜂实验 森林四季开花 蜜圆相当丰富 适合养蜂采蜜 相对的蜜蜂也有助花朵兽粉 有利蝌蚪科植物的繁衍 在以前小时候 好像是要拿那个蝌蚪科的种子来吃 小时候没有东西可以吃嘛 所以捡那个蝌蚪科的种子 来看烤一下来吃嘛 那可能大概会一年多一年少 那像最近在养蜂之后发现 每年都很多 所以注意证明说 我们帮忙这个蝌蚪科授蜂之后呢 它的成果率越高了 许元锐主任推动林下经济 打造一个人类与森林和谐共生的自然环境 针对莲花池有许多蝌蚪科植物 希望能建造一个立源作为保种的基地 因为这个环境很显然 就是适合蝌蚪科的物种的栽培 所以我们在这里也建立一个所谓的栗原 就是木制边快乐的栗原 这个栗原里头我们目前是收集台湾的 这个各地的这个各种的蝌蚪科 那当然会有少数是外来种 那目前大概已经收集到41种 已经收集到41种 采集蝌蚪科植物种子 成为保育的重要工作 赖金田协助查验一批减食回来的落地种子 成熟率相当低 无法育种 所以就是它的 这样的化 还没发育啊 商业性这个采收往往是为了符合合业需求 那合业往往会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时效性跟日期这些要求 然后它必须按照这个日期来完成 所以它们在执行的时候或许 而且它是需要庞大的人力 进到一个地方去 所以它可能时间上掌握不是那么好 要育种 要采集种子 当然要等它成熟之后才采嘛 通常就是 种子还没熟之前 为了跟动物抢 抢食 它就会在未成熟之前 采下育苗 造成说育苗发芽率不好 或者是育成率很低的问题 为了收集树上种子 提高育种率 赖金田协助台东领馆处 莲华池研究中心等政府单位 攀树采集种子 我们一般徒手爬树 就是要先观察树型 你可以从哪边上 从哪边下 然后先看好 像这一棵 这棵树来讲 你这么大棵 你要直接从这棵爬上去 比较不好爬 我们就借由这个小树 小厕枝 从这边上去 然后再爬上去 多年的山区生活 赖金田练就一身爬树的好本领 他带着安全锁 一棵大树 一下子就爬上树块层 开始为种子做套网的工作 因为我观察到说 很多种子在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就会被动物吃掉 所以我会用套网的方式 在野外套网的方式 就把果实保护下来 等到成熟的时候 我们再去采摘 那我们既然有办法爬上树去套网 我们就有办法爬上去采摘 这样也减少对树的一些损伤 采取一些样本 赖金田检查种子的成熟度 判断采收时间 这个种人已经发育了 已经一半了 这样子大概再过二十几天 就差不多可以 可以采摘的程度 采集成熟的种子 依照约定数量交给政府单位 相当有助保种的工作 所以主要你们也希望说 这一批 今年这一次采种 可以留下一些种子来 当然就要留一些 就要留一些 因为我们也一直弄不到 有一些采的 我采了两个 大先生这种采收的方式 它是不太一样的 他是自己去做监测 监测到说 我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成熟期 当然不会是百分之百 最好的成熟期 所以以这样来采的话 他所获得的苗木的品质 发芽率都是会是最好的 蝎蚪科植物的另外一个严重问题 就是种子太过美丽 成为收藏者喜爱 网路上已经有贩售 造成许多种子被泛滥简石采集 这个不知道谁采的 这个应该刚采没多久 它里面放有水 有一些玩家 有一些蝌蚪迷 他们就会去玩 有的是玩蝌蚪种子 有的人是在种 因为很不容易取到苗的状况下 那个苗木 有一些苗木育苗的 就会卖得很贵 会有一点炒作行为 赖金田的山林农场 原本就有蝌蚪科植物的生长 透过协助采种 它获得更多种类的种子 农场打造一个植物教室 介绍给来到农场的朋友认识 它都有一个外壳 这就是它所谓的蝌蚪 这个部位 红心环爪 有的大有的小 各种形态 它有的是整个包覆的 蝌蚪科种子都有厚实的外壳 人工育种的程序 必须要先去除外壳 取到可以种植的种子 所以就是要很小心 我们通常会做这样的剪切 这很难剪 这要剪切 剪开了之后 有点裂开 它就可以把它剝开来 这样子外壳剝开来 里面就是种子 一个饱满的种子 渠道的种子 放入苗床育种等待发芽 就可以移种到土里 等到长成枝干 再种到山林 逐渐实现蝌蚪科植物保育山林的心愿 这根长出来的 把它根不要弄断 就把它钉子到里面 我育的 目前育的大概将近20种的蝌蚪科 但是我现在种下去的 大概有30 32种以上 一路走来 赖金田从爱山人到种树 最后成为蝌蚪科植物的守护人 花费时间动用金钱 就为了完成保育山林的生态梦 让许多到访的游客深受感动 我觉得是它对大自然的爱 因为我们没办法想像说 原来我们那么破坏大自然 那在台湾有一群人 这么爱护大自然在帮忙种树 然后甚至我听到最感动的是 他知道旁边的山头有人要卖地 他很怕他们破坏大自然 他就付钱把他们的地埋起来 埋下来 然后光靠他们两个夫妻 然后去爱护这片土地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 奈金田坚毅地追求理想 许美菊相知的相伴而行 夫妻俩打造一个东台湾的生态传奇 许美菊希望辛苦保护这座山林 能够走出同温层 让更多人认识环境生态 加入保育的行列 一开始定义我们的客人就是 生态界喜欢生态界 话也不对 我觉得这些生态界的人 其实他们对环境太熟悉了 那太熟悉 他们对环境有的人 对环境因为喜欢熟悉 他可能会做出的一些 对环境的付出 都一定相对比 因为你喜欢一点 可是我觉得我们希望 因为这个环境能够影响到 对环境是陌生 对台湾环境是陌生 从记录 养蜂 采集到保育 美丽种子的背后 有许多守护人的温暖心意 让台湾森林重要的 可斗科植物 更加茁壮地繁衍下去 养育万物 丰富生态 那即将是我们的灰富 在马尔 by馬尔 马尔,马尔,马尔,马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